一大网鱼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夏凡哥哥很开心 我们可以在空中见面了 耶稣真正复活了 而且不是那个灵魂跑来 虽然他会突然的出现 但是他真的可以吃喝 也可以让大家摸他的手脚来确认 他是身体都一起复活 做到这样 应该门徒对于耶稣的复活 是没有疑问了 可是还是有门徒在担心 在怀疑呢 为什么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当时这些聚集的门徒 在耶稣突然出现的时候 为什么会特别害怕呢 因为那天晚上 为了怕那些犹太人的领袖 找上门来 他们可是把大门都给关好 每个出入口都关得紧紧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偷偷地跑进来 这时候耶稣突然地出现 那一声问安 是真的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当耶稣又把身体给他们看了之后 门徒才从惊吓转为惊喜 只是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使徒不在他们当中 他的名字叫多玛 后来这些使徒终于找到多玛 一再地跟他们说 他们真的遇见了主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可是他就是不相信 他甚至说 除非我要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而且还要用我的指头摸那个钉痕 用我的手探探他的肋旁 他这样一说 这些跟他说的那些使徒和门徒 也都没有话可说了 毕竟耶稣不在身边 看来多玛是非得自己亲手摸到 才能够相信了 就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星期 这些门徒们又在一栋屋子里聚集 这会儿多玛也跟他们在一起 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之后 正要准备聚会谈话 耶稣又再次突然地显现 好像一眨眼 耶稣就已经出现站在他们的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门徒这次当然不再害怕 都注意地看着耶稣 耶稣问了安就看着多玛对他说 多玛 来 把你的指头放在我手上 被钉子钉过的地方 来看看我的手 也把你的手伸过来 摸摸我的肋旁 不要再疑惑 只要行 耶稣一来就对着多玛 说出他心中要证明耶稣的方式 这让多玛感到羞愧了 他也抛开了疑惑 就大声地说出耶稣是自己的主 自己的上帝 耶稣就对大家说 多玛 你因为看见了我在这里才相信吗 那些还没有看见我就相信的 那是多么的有福气啊 随后 门徒聚集了就要前往加利利 就是照着那些妇女回来告诉他们的 要他们到加利利那里来跟耶稣见面 耶稣复活以后 大多是主动地出现在门徒聚集的场合 却也不再带着他们到处行动 而他们为了要再见到耶稣 就按着这些妇女告诉他们的前往加利利 他们去到了加利利 就来到了西门彼得他们的家乡 待了几天 还没有耶稣的消息 有一天西门彼得就突然说他要去打鱼了 下凡哥哥想 会不会是彼得虽然知道耶稣复活了 可是想想自己在耶稣面对审判的时候 甚至当场否认了耶稣和自己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这样 就觉得自己不配继续跟随耶稣了呢 他得赶紧回去 熟悉他荒废已久的打鱼功夫来求生吧 总之呢 他就这样的上了船 大家一听 好些人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于是多玛 约翰和雅各几个人 跟着彼得去捕鱼了 一整个晚上他们四处下网 怎么样都抓不到鱼 这也实在是太反常了 这船上的几个人 至少有三四个都是专业的渔夫呢 一直都捕到太阳快出来了 鱼儿都要躲到深深的水底下去 他们才无奈地往湖边划去 这时耶稣就出现在岸边 不知道是因为阳光昏暗 还是什么原因 他们看不出那就是耶稣 只听到有人问他们说 朋友 捕到了鱼没有 他们大声地回答说 没有 耶稣就对他们说 快 趁现在 把你们的网 撒向船的右边 那边现在有鱼 他们听了 就很听话地把网撒下去 这一撒下去 才发现太沉了 居然拉不起来 因为这一下网就抓到了好多的鱼 这一大网鱼 每个人都要拖得快要没力气了 于是就缓缓地把船往岸边滑动 一边继续地拉起网子 这时西门彼得突然把刚刚打鱼时 脱掉的外套给穿上了 劈在身上就往水里头跳 其他人又不能放掉网子 只好看着彼得跳下水 他往岸上那个人的地方游过去了 原来彼得听到身边的约翰 说了一声 是我的主啊 他就赶紧披上了外衣 游往耶稣的方向去 这些其他的门徒 还继续摇着小船要靠向岸边 也终于把这一整网的鱼给拖了上来 这时候他们离岸边已经不远了 大概只剩下一百多公尺的距离 等到上了岸就看到有一堆生好的炭火 上面正烤着饼 耶稣就对他们说 来 把你们刚打的鱼拿几条过来吧 彼得虽然先上了岸 可是什么都不敢说 只是又回到船上 又跟着大家清点了他们捕来的鱼 那鱼网里面都捕到的都是大鱼 一共有一百五十三条 而且尽管说有这么多鱼 可是网子却没有破 过了一会儿鱼卡好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餐的 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想要问他是谁了 他们都知道他就是他们的主耶稣 耶稣就这样的把这些饼和鱼分给他们 似乎也预告着他们 这些他们担心没有的食物 原来耶稣都已经预备好了 不用再去忧虑了 在吃完之后 耶稣看着西门彼得问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胜过这些吗 这个问题里面所说的这些 到底是指渔夫的职业 渔船还是他们手上的食物呢 而彼得又会怎么样回答呢 彼得这时候头也不敢抬的 回答说 我的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那你来照顾我的小羊吧 耶稣就这样的接连问了两次 到了第三次 彼得知道自己的爱实在太小了 只好难过地回答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肯定地告诉他 你照顾我的羊吧 年轻的你 可以自由勇敢地来去 但年老的时候 你将愿意伸出你的手来 让人绑着你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不但托付彼得 去照顾以后的信徒 并且有一天 说他要为主耶稣 付上生命代价的事情 彼得这时候终于放下心 直到耶稣已经完全地饶恕他 背叛的错了 突然他又看到了约翰 他想 那这样子 他会怎么样来服侍上帝呢 他就问耶稣说 主啊 那他呢 将来他会怎么样 耶稣会怎么回答他呢 耶稣看看彼得 就对彼得说 就算我要让他活着 等到我再来的时候 你也不用去管 你真正要在意的 就是现在好好的跟从我 耶稣不只显现除去 他们心中的疑惑 也帮助彼得离开过去的失败 要专注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 下一步呢 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 到底要怎么样跟随耶稣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 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再次欢迎大家 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您的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 与您下次空中再会了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 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爱小孩小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oping我我我你他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你他 爱小爱小我 我你他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你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